入! 令! YEAH!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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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聽到我們說話? 為什麼我這裡還未播? 咦!現在播的? YEAH! HELLO! 很低層! 有沒有人聽到我們說話? 對啦! 為什麼我這裡還未播? 咦!現在播的? 對啦!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聽到我們說話? 對啦! 小鐘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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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我看到Eddie看的 沒有啊!只有三個人而已 4個人 好! 好! 10個人就開始了 好了!不要緊啦! 今天的題目是挺有趣的 因為是說旅遊的攻略 因為適逢 我想很多人去旅行 你們有兩位同事 幾位同事 之前未適合 咦! déc! 咦! 咪!咪! 咪!咪! 你將近 我一會兒11點9會打給你 我們直播收視人給你 你記住啊 11點9我會化妝 我會化妝打給你 你自己化妝 11點9至12點 找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 可以做訪問的給我們 記住11點9 我們準備了一個題目給你 今天我們有一個同事很好 他想完一個題目給我們 就走了 然後整個月都沒有做我的節目 現在只有我做過 兩個星期中 他還要找我頂上 對 因為他在月尾遊旅行 心理優勝 他在月尾遊旅行 這個月的題目是旅行 不是要你去旅行 我們等一下會打給他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講人類功率 但講之前先講我們的熱線 就是9377-3666 沒錯 在細聰的胸口 你為什麼不穿素色的衣服 很素 很素 你有點點 漂亮 背景有波點 OK 如果你有什麼開心 或者不開心 或者旅遊的攻略 都可以WhatsApp 我們去談 還有我們這個節目的所有意見 都是代表我們個人意見 不代表任何機構的立場 任何人的立場 OK 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想問什麼姑娘 阿龍你好 阿龍你好 我們其實想講旅遊的心得 是 等下我下半節 你要11點半之後 節目就會很好笑 因為我剛才收集了 11點半之後 那些人就馬上離開了 對 11點9後我更好笑 因為我打給我的同事 我要問他們還有什麼 看他卸妝後的樣子 我都說打給他 不想看 我怕沒穿衣 好了 不如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是否要澄清這個主題 旅遊攻略 我經常都以為是要賣便宜機票 住便宜酒店 好像有點困難 好像有點困難 有少少攻略 不過我講攻略之前 是不是真的有的 我想問一下 你們倆有沒有去過旅行 哪種 總之可能 Picnic Picnic去得多 我叫郊遊 我叫郊遊 Mimi去日本 去澳門 去澳門 都不叫旅遊 你通常去旅行 是一個 你最瘋癲的一年去多少次 最瘋癲的一年去四五次 四五次 西聰呢 四五次 兩次 兩次 因為平衡同學輸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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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四五次 不明白 我想起我有個Summer 去了四次 澳門我都不算 我繼續進去 我不算澳門我都不算 深圳也算 在英國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 三個月去了四次 是啊 我就是類似這樣 去了歐洲 日本 泰國 和新加坡 不是 我拆小一點 英國人分了 澳門 深圳 然後再分 我把英國的湯分了 你通常是跟朋友去 自己去 我沒試過自己去 我沒試過 我試過 我拆底 我應該是去過三四次日本 都是自己去的 哇 那你去日本有些事做 是一定要知道 是啦 下半支很精彩 這是真攻略來的 是真攻略 我同事剛去完 跟男人拍照 我跟男人拍照 你這樣說 去外國跟女人拍照是很容易的 是 未試過失敗 未試過失敗 真的未試過失敗 不是 真的問他有沒有拍照 真的問他有沒有拍照 我會覺得他漂亮 即是問外國人嗎 是台灣人 那台灣人是容易的 你在香港都可以找到一個台灣人拍照 但我覺得香港人拍照比較難 香港人比較酷 但如果再外國人 你走路都不笑 那些人是不是 是呀 你哪敢問他 你從台灣有試過一個人去旅行嗎 沒有 會不會想試一下 會想試 敢不敢 你會想去哪裏 你會想去哪裏 我不敢 可能女生是不一樣的 你始終安全 我到某地方都不敢 因為我很怕自己一個人睡酒 今天才有User跟我說 他半夜睡覺 四點多 轉身旁邊的單人床 他看到間條人在 是不是呀 有呀 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我心軟真的很害怕 但他發現 立刻開燈 他很害怕 發現自己的間條衣服 好像一個人一樣 但我自己就很害怕 住酒店 所以我就不敢自己去 好 我們現在都講一次 今天的節目就是講 一個有用的旅遊心得 如果你有旅遊有趣的經歷 或者心得 都可以告訴我們 可能和朋友吵架 和朋友很開心的事情 都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呀 間條人知不知道是什麼呀 好 Tolly Tolly 如果一個人去哪 日本 日本 因為是四日文 很簡單的 如果不去日本 去一些不太熟悉的地方 不太熟悉的地方 都可以的 夠不夠簡單 語言是溝通不了 不過我才說 一個人睡覺 我有一些空姐的朋友 很害怕 因為一出 一定會遇到 但一定要遇到 什麼 不知道 但他一定會害怕 每次去 他每次上班 每次上班 都是要去睡覺的 是 那我不知道 那這些 那飯真的好爭奪 對 每次都說不要趕快 他們會不懂得睡覺 不懂得睡覺 即是不懂得睡覺 我也是 就算有人在我旁邊 我都不懂得睡覺 我恨這些人 如果 怎麼睡得那麼長眼 好害怕 我還會半夜 去廁所 我會拍醒旁邊 要他跟我 我最討厭 我最討厭這些人 即是跟狗女去旅行 就要有這些病 不是 不是說了 但住宗業 我真的很害怕 很多禁忌的事情 OK 你通常跟什麼人去旅行 我通常跟同學去多些 同學 世聰呢 朋友同學 最多試過幾天一起去 最多六七個 我這麼頂張 你呢 我記得學校那些 不教學校那些 我三十多天去 這個好笑 我都很小笑 我都說世聰好笑 我都說世聰好笑 你這個反應很棒 你很平衷地說 學校計算不算 因為我小時候到你去 一定是好笑 太少了 那學校我才知道 給你計算了 那幾多 那幾多人 很多人不覺得 上攝錄影 不是 讓我想一下 很大壓力 我四個 我四個不算多 三個 今天加你 我四個 四個是最容易夾的人 可能是二二 你六個很難夾的 你早半年夾的 你訂房也比較難 二二二三個 那就是二二 例如我四個見女孩子 都會居住一間房間就算了 這個可以 因為你一定晚上都會聚在一起 有沒有想要跟家人去旅行 先講朋友同學 這個要深呼吸 我有個同事 先跟婆婆去旅行 不過我又不來講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自己不來講 要用我們來講 有人說最多有六個人 行李package 待會可以講 我也想看看你 你可不可以介意 你講一下你那張list 是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我們 這個是真攻略來的 即是教怎樣補充 但我們的攻略 好像是比較偏向避免做些什麼 令到你行情開心 都ok的 但剛才我家人有沒有試過 我一人生就 為何不停彈心心 我家人就試過 上面 昨天今天 嘩 是 我媽媽今天分享 上天今天 我跟第一次一家人 不是不是不是 之前一次 叫一家人去回內地 都不算旅行 都不算旅行 但坐飛機 上天第一次 一家人坐飛機 對 有些距離比較像是去旅行 是的 我坐飛機才去旅行 是的 為了有人回到 即是看不起大陸 你坐火車 常常坐巴士 我香港坐巴士 但那些距離太短 感覺沒有旅行 小時候有沒有試過 跟家人去旅行 澳門 只是澳門 因為小時候 都ok的 澳門都很遠 如果小時候 坐飛機 坐船也是 有旅行 有些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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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人試過多少次 我跟家人 試過一次之後 我就不敢了 為甚麼 真是一個惡夢 為甚麼 每一天我媽媽都會哭 我整哭我媽媽 每一天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 唉 你想知道我先 這麼快就來 這麼爆的東西 還是留在後面說 沒有人 因為 這麼少人 那些人去哪裡 不住 那些人去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跟家人去 千萬不要自由行 如果你真的被迫要自由行 你一定要有車 但如果 你有車就不行 是 我開車的 但如果不自由行 我一定不會去 跟團 7點多叫醒我打 那我寧願跟團 不是 是嗎 你教的一切 跟團還是自由行 自由行 和家人 但要你計劃行程 他沒問題 可以不跟 對 平安不跟 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就不會這樣想 真的 例如說 我那時候去泰國曼谷 其實已經很方便 你想想 例如我們去皇宮 你對面就是鄭王廟 隔壁就是阿佛 你一定是三個景點 今天有了 你就不會想明天來 但媽媽一定會在那裡吵 很累 可以 你什麼時候走完 為什麼一定要走 他就會有很多抱怨 覺得不想走 為什麼要走那麼多路 我跟團去有車 就會不斷伸這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很辛苦 其實那三個景點很近 那你就要照顧這些細緻的位置 你是你和你一條媽媽去嗎 三個 我只是和我媽媽去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 比較容易有真摯 是啊 四個可以分開 多了眼睛 例如我照顧我媽媽 我妹妹照顧他 但我一人照顧一個 就算了 我們二人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四個去 好 不如我們就說一下 你們通常 剛才說過 我會和朋友去 家人去 你們會先看哪一件事 你去想一個旅行 先看哪一件事 我先看人 先看人 你會因為人才去旅行 如果一個人 我覺得比較難夾 我會有點害怕 明白 先看人 看什麼 看價錢 什麼價錢 機票 你先看機票價錢 如果看到便宜機票 問朋友 去不去 很便宜 我也是先看機票 如果特別是搶我的便宜機票 如果有的話 我會先買便宜機票 好 看看有沒有 有些人說 每個地方都會 每個朋友 有沒有驗譽 日朗 你去到哪個認識朋友 你不要回到澳門那些 燈館那些 家人不停問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真的很痛苦 待會我們再說一些衝突和處理方法 現在說公約就是 大家不如說一下 如果真的去旅行的時候 你會先想什麼 例如阿珊會先想人 我跟細聰是很現實的 先想錢 都對 因為我覺得便宜機票 但我聽我朋友說 他會先想酒店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要住五星級還是怎樣 他說找到便宜酒店 那你買了 他好像有道理 但是我聽說 我找到便宜的酒店 很便宜的 之後我訂了 我可以取消 機票我買了 沒得取消 又好像是對的 他就說 但我道理 我覺得如果買了便宜機票 那酒店便宜貴 沒什麼所謂 是 那些錢也是適合 但我不知道他會找到便宜的 那些錢是便宜的 對 對 你的朋友的理論 都怪怪的 我不知道 你問我 我一定會先看機票 即是他有空無事 會上網看 是便宜的 先預訂了 我相信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購買不同的Fan Page 都是 我看我的朋友 每次有便宜機票 就很快知道 是 他應該是搶錢看的 我說明我未試過 成功訂到便宜機票 你說最便宜的一元那些 我都未試過 但你說我最便宜的千多元 十幾元 千多元我都未試過 千多元試過 我每次都是出發前一兩個禮拜 我才上網買的 那你怎麼買到便宜機票 所以我不是完全沒有意思 去搶那些人 因為不同的 你反過來 我是不搶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我們先搶錢 我也是 再想 再想要不要 對 已經付了錢 不是 應該是我們見到便宜 就問人 喂 如果沒有你會不會自己搶 我可能自己搶的 自己去 對 就應該會自己搶 好 當看完人 我們看完機票 看什麼之後 看完 看地方 有人說發給山菇 發給山菇 發給山菇 有朋友 發給我 Expedia 幫到你 喂喂喂 你收了多少錢 你收了多少錢 要分給我們 我也喜歡一個人去旅行 我也喜歡一個人去旅行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也像一個人去旅行 認識了很多不同當地的朋友 不過都是台灣為主 好 好了 看完 想去哪 有些人都想去哪 我看完機票之後 我就會看 地點 不看地點的嗎 地點 地點很重要 馬拉里去不去 那我就不會好 我不知道那邊 有些地方真的不知道那邊 阿羅阿圖 你聽完你想不到有些什麼地方去玩 那就是我上次的旅行 你去哪 西加坡 我上次去馬拉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都是我們玩的 就是西加坡 沒有東西玩 我們去賭場的 我看完機票我便會看地方 你們呢 機票價錢 機票價錢 你是人 我先看人 之後呢 合不合 下一步呢 看地方 你呢 也是看地方 你主公日本 是嗎 非日本不害 不是 台灣也可以 台灣也可以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我們學生 也是 我會說巴黎 也是 我幫Seven的Grad trip 都是跟同學去台灣 對 但我沒有去過台灣 你沒有去過台灣 但你又很迷台灣 我不是很迷 台妹 很迷台妹 OK吧 我嚇到了 他真的很害怕 是這樣解釋 台灣也可以去 文豪說 都是先看人 沒有朋友 我不是的 我沒有朋友 我都照會去的 我覺得要去旅行 就沒有人阻礙到我 好 去 我不是一樣 我不是去過雲頂賭場 那裡 金龍堡 你不會玩 我們去足四天 你不知道 好 我們看完地方之後 你會看什麼 看完地方之後 我就會開始找酒店 找酒店 我一起訂的 我通常在剛才 我不是的 我是分開的 我超懶的 因為酒店很重要 我覺得是一個命脈 命脈 因為你們要住不升級 一個人去旅行 只有我一個人不說 不是 住哪裡很重要 因為你一個人 我自己的信念就是 我去到 只要我成功去到酒店 我們什麼都不用怕 為什麼呢 我就算怕 我就留在酒店不出去 之後我起碼知道怎樣去找機場 所以酒店對我來說 那你去香港也可以 我自己的生存策略 在外地 我第一次去日本 他長大了 我不認識 我就一定要找到 住了幾天酒店 不是 要找酒店要近 容易去 容易去 我肯定可以 一下機 我認識到酒店 我知道去到那裡 我就不怕了 所以我樓下也上去 我覺得你那個是例外的例子 因為你日本 老實說 你拿著英文地址問那些人 那些人是不認識的 都是說 我那時候去沖繩 在喇叭 我們第一天就用了一天時間去找酒店 因為是當地人完全 我們沒有Google Map 我們沒有Google Map 你不上網 因為我有一個原則 我去旅行是不會上網的 我教大家去日本 是一定要上網的 不是 找到漆仔 還是上網 我們都找過漆仔 但不知為何上不上網 我找到漆仔 但我的原則是去旅行 我一定是不上網 我原則是去旅行 我不會問人怎樣去 我問人怎樣去的地方 但我們找了一天 那天還要勁勁 找得對的 人家都說去日本 其實我覺得去任何地方 Google Map很重要 因為現在這一刻 始終是 我同意阿山所說 不一定要上網卡 但我教你 你要知道哪個地方 要上網 例如機場一定有 有啊 之後S7一定有 Starbar一定有 但我們是做了功課 抄了地址出來問人 當地的人是真的不懂的 最厲害的那群是在機場 英文和英文和英文 最厲害的那群是在東京 不是 機場也很厲害 喇叭是OK的 但他們都不是 喇叭也是 因為他們被人 他們都是收集的 其實喇叭人 他們不像日本 不覺得自己是日本人 對 不像日本人 他跟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是差不多的 不覺得自己是大陸人 租ARB&B找得很好 Megan 我有一個經驗 租ARB&B 我找不到他 是啊 開不了 我找不到他 別人玩完就輸了 衝不動 因為A-B&B 是他不會說 你聽他的地方是誰 他不會說 他的鎖匙都不會說 所以A-B&B 你找不到一個 防守 這個人是很刺激的 好刺激的 我自己人也是很刺激 我和幾位朋友 一起學幾位 幾位專員 就是正義 找不到 他的APP上不到 A-B&B的APP 我們那時候更糟糕 我們打電話去用英文 不懂的 他就給我們線 他一聽到 他就給我們線 然後我們打幾次 他都給我們線 但他們的AirB&B很好的 他們分兩條線 日本那邊 有一條是英文線 一條是日文線 後來我們找一些日本人 我們認識英文的 跟他們解釋完 他就幫我們用日文解釋 他才叫人來救我們 他會幫我們 我們要買那個翻譯神器 有啊 可以用啊 有些人說 有些人跟山菇一夜 其實我去兩年都是沒有上網 不過近幾年因為要自駕遊 所以迫於無奈 要把上網靠緊一點 要啊要啊 因為他的導航不准 所以要跟上Google Mac 我會好認識其他 看看誰比較準 就好像香港的的士 幾部電話排在那裡 兩部電話是導航機的 好 我知道我會看酒店 你們是不是呢 為什麼要看酒店呢 因為 要知道自己的分辨 哈哈 你們睡不在乎 我說不是男生 男生多數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我兩個同事去了台灣很在乎 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在乎 但是我睡好又可以 睡不好都可以 因為我怎樣回到去都可以睡得出來 我平均其實睡 例如酒店平均價是300元一晚 哦 那我又貴過你的 300元一晚 不幫你生 但是我會看同伴 有些是很貴四節省 為什麼要說 對啦 這些你就不要跟他爭 你為了一個旅程愉快 你就住便宜一點 那有些要好豪 你都不要跟他爭 你就給吧 因為你都要一兩千這樣 你跟媽媽去沒有數位 是我給的 不過你就慘一點 跟媽媽去就很有數位 對啦 扔那些比較便宜一點 對 反正那一場戲我沒有用過 有人說拆過Google Trans 我沒有用過 我不知道 所以我都沒有想著用 其實我覺得 我很喜歡跟別人去雞同鴨港 玩的 是啊 對呀 找不到路的才好玩 因為你就不怕 去日本那些才是人民 你都不可以鴨港的 是啊 厲害了 好 好 阿三你去看什麼呢 看完這個酒店之後 你會怎樣選酒店呢 酒店 我會看所有留言 乾不乾淨 啊 如果好錯 我沒有去的 常女生一定會看留言 還有看有沒有鬼 我剛才不敢說 因為我們的 是啊 不是娃成義 我們自己的 我上次去曼谷就中了一招 不是說鬼 嚇親聽眾 你要看什麼呢 方便 去洗澡嗎 方便是嗎 這個要的 近地鐵站 對 近地鐵站 沒有地鐵呢 你去哪個地方沒有地鐵呢 有很多 例如呢 東南亞我交的那些沒有 還沒去過 那也是 日本的 日本沒有JL站 那也是 你沒有那些才恐怖 日本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應該都 紅白卡拉 那些地方 郊區地方 你會覺得多少錢 才是你的範圍呢 我一個人去 三百元內 我看地方 日本是會貴一點的 它沒有便宜 日本 哇 你大阪那些很貴的 是 是 大阪那些很貴 東京那些很貴 反正去台灣 你就可以 訂一些便宜很多 台灣有很多商譽住宅 雙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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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台灣去住民宿 我覺得好一點 因為可以跟當地人交流 加拿大 我覺得是更開心過住酒店的 台灣 但日本沒有 日本 他不跟你交流 有啊 你不懂交流啊 有啊 有啊 可能見你漂亮 你有沒有試過 是日本 我沒有住民宿的 剛才這次 我七月去 七月多年住民宿 是 就好像聽過那間民宿是 你是跟其他遊客 躺在同一個空間裡 是 即是說 即是說 你給的錢 你給的錢就是 其實是買一個床位 不是一個床位 即是一百塊 一百塊 那間房裡有了一張床 有很多床 有很多床 你怕不怕 我很怕 我怕會被人偷東西 我怕會被人偷東西 我怕吵 有沒有性別婚的 當然有 我有性別婚的 那當然不去 當然不去 有性別婚的當然不去 傻的 不去 不去 那很多成人酒店適合你 有嗎 有啊 日本有成人酒店 有嗎 真的有嗎 有某些用途 是嗎 我選酒店會更小 只是給成人去的 成人酒店 對 但你不怕 我怕有避寒 我怕人家有避寒 又會怕 可能晚上 出入入又要 你不怕嗎 很吵 他年輕的 你不怕睡不著嗎 不過年輕人 年輕人睡不睡覺 年輕人睡的 年輕人睡的 都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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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我上次去馬拉 每一晚 我都是四點到五點才睡的 夜晚 我很怕我會吵人 又不好意思 我晚上在康城就有事 要休息 要休息 就一夜回來 可能我會去喝飲料 我沒有一個人會去喝飲料 那點鐘回來 我又要開個行李箱 把衣服 然後衝 又要開燈 我又不知道開不開燈 開不開燈 開了被人罵 這個是煩的 我覺得 對 你不要說你煩人 我都怕別人煩我 我都會接他 兩方面 我又不想搞到你 你也會搞到我 會接他 如果你去西方那些地方 你住Hostel 那些西人 星期五六已經開始 哇 很瘋 他們一夜晚 一定是喝到很high 我怕他會睡到我的床 為什麼我會忍 先生睡到床 睡到醉了 你怎麼跟他玩 他一拳打你 你又不夠打 其實在細菱之下 我聽說 我沒有試過 不過我聽說 我最後有同事去日本 就真的睡上下床 他說 上面的人不停跌在地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跌錢在地下 對 不是跌股 有暗示 對 對 我很著重睡覺 我覺得自己一個空間睡 很開心 我覺得要靜 所以我不帶著那些 會叫膠囊 太空倉 都叫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對 起碼我回去不吵人 這個也重要 公共浴池 我都不介意 但是髒 但是 我住在深水埗 我住在深水埗 那也對 Apple Dom 我不怕這些 但是我睡覺 我真的有點害怕 沒有一條底褲 多一條底褲 是不是 人家收了你那條去穿 不是 我還未 不過 如果年輕我真的會開 可能一班去就充滿 你幾個人去 你整間包一間房就行了 有六人房 七人房 有幾個人去 這次好像四個人 四個人 四個人 有幾個人住 一間房應該只有一個人住 另外三個是甚麼 當地的鬼 另外三個是女生 嘩 本來是五個人去的 兩男三女 有個男生 不知為何 嘩 嘩 那當然不是住B&B 就是住酒店 他買了酒店機票 不去之後 不是 是買了機票 我還未預約酒店 也好虧 那他們三個都自己睡 對 所以說預約床位 那你怎樣 你預料被人Bully 那你一個人來 因為他們行藥妝 你一定在外面沒有工作 他們一直掃藥 你有甚麼去做 你不讓他們一起做藥妝 可能是你掃藥妝 不要掃藥妝 不要掃藥妝 可以分開行動 我都明白 可能三女一男格戒 三女一男格戒 因為我朋友那些是OK的 好朋友 我都試過兩女一男去 是OK的嗎 OK的 因為我們是從小到大的 是OK的 好朋友 對 我明白 始終是對的 有些誤會就沒有 是 是 是 不過一個男的比較小心 那麼多一個男的 怕不夠打 但是 她現在不知很開心 很期待她旅程 是 你怕不怕 怕 她兒子會不會 我要化妝 對呀 她們化妝要化很久 不會 是不是去過 不是 洗澡很久 化妝來不重要 有甚麼所謂 因為可以一塊鏡一起用 不是 如果我認為房間只有一個廁所 不會啦 你住那麼多 但如果我租Airbnb 你走著不就怕 Airbnb一間廁所 對 有些大部分 那我的洗澡呢 像我這些頭髮那麼長的 是要洗很久 通常會先讓男生洗的 不是的 我們通常要讓女生洗 因為我們的理由就是 我們女生的頭髮很難乾 男生洗完快 我就自己做什麼 我可以 睡覺就是睡覺 你不用管 但我們要夜話 我們去旅行一定 那你洗完不就怕醒我 再說吧 我們再說吧 不行的 我們很煩的 我們要夜話 笑死也不是一起衝 我當然不一起衝 我會跟女生一起衝 我們 男生一起衝 有點害怕 我不是的 要跟女生 不是的 但很少男生一起衝 但我們女生是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女生有些會怕鬼 或者其他原因就會一起衝 有些浴缸 有些浴室很大的 一個企缸一個浴缸 我們又會一起衝 是嗎 之後呢 之後 你們不會這樣嗎 那些女生是 不會的 什麼女生我不知道 你們會兩個女生一起洗澡 或者兩個男生一起洗澡 你告訴我 小時候不算 但我剛才說 就是洗澡那邊 洗澡那邊 我剛剛想說什麼呢 啊 因為洗澡未同一個女生去旅行 是同一個 那麼多 一男三女 就是沒有 是啊 因為兩男女都好一點 那我就吹下水 等等 但一男女等 你會跟同房的人吹水 是啊 就是這樣 很難配合她們的題目 還有 是朋友來的 還有女生很煩 朋友是可以的 要拍照 待會再說 你的角色很重要 你全天都幫我們拿手機 一停拍照 會不會的 你的朋友 應該不會 他們比較男生頭 不化妝的 很爽手 這個女生好 這些伴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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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伴真女伴侶 女伴侶 不是那個女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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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行有沒有試過 撞鬼不是今天的題目 今天的題目 要有去旅行的心得 因為 我們即將進入 就是今天最開心的環節 我想問 真心有試過是試過什麼 兩個女生洗澡 她有試過 她說這個 這個很常遇到 很小的 日本的 日本就不會 如果我去泰國 她一個企光一個浴缸 就一起沖 對 節省時間 不尷尬嗎 不尷尬嗎 不尷尬 我們有些試過 M度都一起沖 不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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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會很放棄 我又不會尷尬 可能男女就真的有些不同 你有沒有試過變變 我們甚至乎我在沖 她在變變 小時候我爸爸 對 我當然沒有 到現在我都會跟best friend 這樣做 不會 不會 好笑 對不起 好 一起睡 一起睡 男男一起睡 好基本 好基本 男女一起睡 不會 這個都不行 這個 我接受不到 我接受 我有試過 這份好好的朋友 我都接受不到跟她睡 我也有 我知道男女女還可以 男女也有試過 不行 那你去Camp那些呢 以前女的Camp 一起睡 如果是一排 例如說這樣幾個 但有男有女 兩個男女夾著我 沒辦法 這些是OK的 但如果 單獨有兩個男女就行了 那真的不能接受不到 如果你是男朋友就好 很適合的 保護自己 還有你有男朋友 很難做這些事情 我也試過三男一女 我都會約一張床 什麼不衛生 那些味道大家都有 你便便沒有味道嗎 我試過是三男一內 中途來的 女生始終都會約一張床 給自己睡 兩個男生媽媽 自己睡 都會約一張床 女生自己一個人睡 是呀 這個基本事 都是不好的 是呀 基本事 現在顯示 阿謙你進來就好了 正想說你的 快點分享 剛剛講完 好了 現在這一刻 我們即將進入 中日的押燭環節 就是我們一會兒 會講很多 和朋友 和家人 或者一個人去旅行 遇到的困難 衝突 我們希望雜思廣 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處理的方法 或者你們如果遇到一些女行上的困難 爭執衝突 都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或者你想問我們也可以 我們給你一些建議 好 由淺日深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事 拍照先 最簡單的 港女 和港女去拍照 我媽媽去 她上映的 她上映 不是 她自己拿著映還是怎樣 我最瘋的時候 試過和我媽媽加兩個媽媽的朋友 那是怎樣 你幫她們上映還是怎樣 她自己拍 那時候拍 哇這些很煩 她們 你說好 她不是叫我拍 但她們會自拍 但我們站在那裡自拍 哈哈哈哈 因為我地方已經十幾十張 我不知道她們拍 我拍兩張也夠 就是選一張刷 我不知道 她知道晚上會發出 100件都想出來 神經病 你有沒有試過 WhatsApp 群 你有沒有試過 有 有 我跟一個港女性格的男生去拍照 她自拍阿桑 港女性格的男生 沒有人 沒有人 不應該是男還是女 他喜歡自拍 但我真的遇過有些男生很喜歡拍照 不要緊 他見到你是女生 他會叫你Barting 那樣拍照 我們不是一個世面其事 總之是喜歡拍照的人 你怎樣處理他 沒有可以處理他 就等嗎 對 對 你怎麼這麼有耐性 因為她試過 她試過趕火車都在那裡 想著拍照 拍照 對 明明說什麼 你還要拍什麼 我試過最適合 我去巴黎鐵塔上面 是 我的朋友是拍照佬 很喜歡拍照的 之後我們全棚人 五個人一起上巴黎鐵塔 因為她要拍照 早五晚 我們上去 她不讓我們下來 她要在上面拍照 早五晚所有的照片 即是不讓我們下來 那怎樣做 坐一整天 我們就在上面等 然後吃風 上面很冷 你怎麼玩了整天 巴黎鐵塔 巴黎鐵塔 我們就這樣玩一天 之後我們就站在玻璃門裡面 就看著她拍照 全天 因為她是拍照佬 她是控制不到自己 她要不停地 但你又不罵她 我們全部人都很有耐性 認真我們都很有耐性 你全部都是社工 不是社工 不同學系的人 很朋友 我們全部都真的很包容 因為我們整個旅程 已經是不停地拍照了 如果BIG BANG 我去了三次 不同時間去 例如今天就近經過 今晚就過去拍日落 日落的BIG BANG 有時候中午又在附近 又走過去拍中午的BIG BANG 我們每次就不停地拍這些 不同的時間的景點的照片 你明白嗎 所以我就說 其實我也是要等 也沒理由困難他們 有些人會黑面 你說趕車 趕船 趕飛機 就不要鬼影 其實這些反而有個提示 你可以怎樣處理這些人 就是你去旅行前 你知道他有這個癖好 你手機就下載一些APP 對 就自己在旁邊打機 不如我問一下 觀眾 如果你有身邊 你有一個瓶 即是一個人 他很喜歡拍照 你覺得去到每個地方都喪影 沒有理由喪影 你會怎樣處理他的衝突呢 制止他 看看有沒有人罵他 有些人會罵他 那罵他會罵架 沒有 很少會罵的 很少罵 拍照 接著他吃早餐 即是吃什麼都好 都要在這裡自拍 即是叫我們全部不要吃 自拍 拍食物相 拍完之後 還要自拍 好煩啊 今天我吃這個東西 然後再對著相機 然後再對桌子 拍片人 對拍片 嘩 是Youtuber 不是啊 但他放在哪裏給人看的 不知道 不是啊 我有朋友是像他這樣 他會自己串成一道片 對 會串成一道片 自己Youtube那裏會上載自己的東西 然後結束了一個旅程 會送給你看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Hard time traveler 什麼 traveler 是啊 他就自己拍完一段 他就傳給你看 就叫我上次去哪裏 這個就說 他會拿了他的相機 拿了他的相機 就不讓他贏 我覺得OK 這個不行的 就不行的 會吵架 五六部相機 哈哈 不是說真的 我的朋友有兩部 真的嗎 開開吧 五六部 五六部 一部 我的朋友就說 忘記帶相機 之後他就憂憂地在書包拉開個鍊 我還有多部 好像有五部 五六部 但他真的帶一部大機 五六部 重機 這些有沒有大機 我是重機的 這些有一部 然後有一部迷你的 是啊 DC的那些機 然後數碼相機 有沒有說這個 他就很忙碌 一停地換機 應該是拍攝不同的 對 一部是聖物 一部是錄音 我想這個是大機拍風景 我猜是 小機拍攝 小機拍攝 電話是最快的 還是有垃圾照 對 這些才是最快 這些他就要教不同的 光暗 我用單反是好 但他不懂拍照 不是 用單反這樣拍照 這些我真的 哈哈 他會生氣 浪費了一部機 不是啊 不是啊 你教什麼Auto 用單反就不教Auto OK 開動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我的解決方法 就是 阿珊所說的 如果你有上網 記得跟他在 WhatsApp 聊聊就算 不是啊 單定Apps 你一定會打爆機的 這些人 我應該是第二 這是經驗來的 要學的 第二就是 你去旅行 不是在香港 吃飯那些經常見 就是用手機 去旅行也經常用電話 有些人 如果你去旅行 你坐車我都可以的 是 每天都沒有東西做 有時不一定要聊天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有時吃飯又用 去旅行是旅行 吃飯又用 去旅行 去旅行 可能購物時又用 或者玩的時候又用 我都很討厭 是 我都不喜歡這些 所以我去旅行 我不上網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有好處 就是怕走失 就是Whatsapp 那你上網是有這個好處 但是你有時見到那些朋友是控制不到的 就是他自己真的忍不住 那些人一找他 他就不斷覆覆覆覆覆覆 上班那些又不斷覆覆 那你會覺得很煩 隔壁那個 就是你會在想他什麼時候停手呢 對呀 有人就說 不停大合照留念 要求不敷衍的微笑 拍夠了嗎 不想拍 你幹嘛不想拍 是啊 很多時候就是 可能就像沈聰說 我拍大合照 我到時真的很累 你怎麼鬼打入照 或者很累想笑 要不然我會在那裡笑 我也試過被迫要拍這些 哈哈 好可憐 好 這個就是用電話 不過這個就是有 我真的會說的 我會一會兒先說 今晚你睡覺玩 或者我睡覺的時候 就是回到房間 是 我覺得回到房間 通常那些人真的 晚上自己在Whatsapp 可能找家人 是的 或者解決他的公事 這就不理了 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洗澡或者做什麼都是自己的 如果一起吃東西 或者玩 我覺得大家都 雖然你有上網 但可能都盡量少一點 甚至去旅行 香港有另計 嗯 露宿那些另計 香港交遊 香港有什麼地方 如果一群人玩 都應該放下無電話 是 但香港是真的難一點 香港難一點 是啊 難很多 香港外國的感覺 真的要罵我 我會罵我 這些 我會小心選這個伴侶 同女伴侶 香港就是 好了 我們看了 用電話 第三個 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 買手信 我買手信 這個 有遇過 我也是這個朋友 有 你這個朋友 找他出來說 不可以 你還會不會跟他去 我想問一句 是 因為每次都是交流團 是 我被迫 是 那你以後會不會看他 有沒有報名而決定 去不去 他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都會跟他去 是 但你應該要怎樣處理他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他買手信又怎樣處理 他買手信又是 他有什麼麻煩 他很想知道 不停買 即是 跨了很久 譬如 因為你也知道 日本 有不同層的 就是那些百貨公司 是 好像去完一樓買完 然後再上去買 是 然後再下來 然後又上去 是 又要試一下 但你要陪他 是的 你不可以自己走 百貨公司 我會自己走 這些是 如果你有Whatsapp就方便 不要緊 你百貨公司多大都可以 怕不怕 或者你約三點在門口等 也會害怕的 有些害怕的 有他這些 我懂得包包 但你要怎樣 我只要用錢 不然之後走一陣子 我就說我自己走 我都可以 他在香港你都可以 我這個也是好 但我覺得 如果你要買手信不要緊 我不是做其他 我試過的經驗是怎樣 真的吵架 然後我就三男一女去 就去台灣 前幾年 三男一女 他女兒也好用 我本來很朋友 我現在就殺了 十七十八年 那他就是 你都三十幾歲 我十幾歲 我都沒有讀書 他就要買手信幫朋友買 每家萬寧都要 每家萬寧都要 每家萬寧 我不知道要找我的濕紙巾 我不知道 濕紙巾會飛 濕紙巾是像哥哥紙巾一樣 我不管 他就說要買濕紙巾 幾家萬寧都要找 屈臣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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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屈臣巾 每天都要看 是濕紙巾 你說很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算了 他每天都要問 濕紙巾 哈哈哈哈 紙巾在哪裏 什麼時候買 我發脾氣 我都發脾氣 我說 去旅行買手信 我都覺得不一定要幫人買 有可能先幫自己買 他就說不行 每天都要買 一定要找 都不重要 逐間找 我就說 我發脾氣 你是屈臣巾 我不是屈臣巾 但我就說 不如這樣 才是屈臣巾 我現在是屈臣巾 但為什麼找不到這麼多間 很難 還是他們是格格的 很貴 哇 真的很煩 最沒找到的 我這好慣 最未找到 重點 不可能少找到 屈臣巾 那什麼? 在酒店吵架 真吵 真吵 到女生 她就說 我現在要搬 我自己拿刀 拿到女友宣 去下居屈 然後我一生都想了自己的房間 就自己想像如何拆碰她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發脾氣 是呀 神經病 5 真的要發脾氣 那我真的鬧她 很煩的 每天都問七字巾 而且我覺得那件事有多厲害 其實那個女生不是很懂得做 我不知道 之後我就最後 那個朋友叫他買都真的很奇怪 你不覺得嗎 我不管 他有很友善的 最後我就有一個 我生了一個男生 有一個可能跟他 會比較和時佬 最後我們打算假裝不理他 一路下屁樓就見到他 他說他要走 他真的會走嗎 你很傻 那是一個女生 我也猜到他不會走 所以我們就在下面見到他哭 我朋友就和時佬 最後就在酒店的摩扁吵架 搞一場大龍鳳 就是再下去再罵嗎 對 搞一場大龍鳳 最後才搞定 但其實你上面罵完還有什麼好罵呢 他也是被迫的 那我就說我到下面 我就想一個解決方法 不如這樣吧 每一天都有一個小時的自由時間 那你就有你買手 但還是最後一天下你才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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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三天左右 頭三天嗎 對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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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五天 我就說不如算吧 我們 每天都給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去找人士找紙巾 不是 我不是這樣串她的 對她的更厲害 我都覺得更厲害 我都覺得 但你心裡是這樣想的 我說我不對 我不對 我覺得我們PASS行程都沒有一個自由時間 像你去旅遊團有自由時間 給你去買紀念品 買什麼都好 他都繼續生氣 對 女生要時間 後來都沒事的 後來都沒事的 最後都沒事的 但我覺得我學會了就是 你跟朋友去旅行 特別喜歡買手信的人 要很小心 你每天都安排一個自由時間 很小心 對 很漂亮的自由時間 你剛才那個 我覺得都容易搞的 如果那次他的朋友沒有叫他 其實他個人沒有什麼 對嗎 但我遇到的那些 他買完手信 你知道手信其實每間都一樣 他買完之後 買了之後 他還要每一間進去檢查價錢 他要確定自己買到最低的東西 為什麼他不開心呢 如果看來是便宜貴了 他很不開心 他會在那裡發猛 哎唷 我買貴了多少元 然後你就會很臭底 然後我們真的是 對上那次 其實是對上那次 我們其他人 因為我不格價的人 我買東西就買吧 反正你其實欠過幾元 你旅行的時間 比你的幾元還要保貴 對吧 然後我們真的不格價的 就站在門口等他 等他去每一間超市 每一間商品裡面 去格價 其實整件事很困擾 你一旁來做什麼 你不買都賣了 所以 所以 我有時又不是 你問我都要收手 其實我就一般 其實我都不喜歡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 少得小聲一點 不行 你自己教小聲就行 你懂嗎 你懂嗎 我懂的 我想說我喜歡收報告 對 對 雖然這報告都差不多 但你寫的東西會不同 對 對 因為我覺得收的東西 我每次都是那些 我可以同樣收了三四次 我不是不尊重我的朋友 對 很容易說你不用買東西給我 對 筷子有沒有收到 我可能是 不知道多少對 哈哈 家裡全家人的筷子 都要帶回來 對 現在我帶我去 日本求的 平安 可能有些人會要 特地叫我求 但我自己也很困擾 收這些 不是 他不是生日 是我要求你幫我買 這個可以的 不是我特地交給你 對 那時他有沒有收過一件 無限的 你有沒有看過 一齊一齊 一齊沒有 台灣的天燈 那個 我收到三四個 那些都很困擾 你明不明白 天燈那個 天燈那個 天燈那些都是野食 野食更好 吃了你不用眼緣 是啊 不要眼緣 哈哈 但我想說 我這樣說 哪些人會買手吃給我的 我沒有所謂 我不想浪費錢 我是希望我身邊的朋友去旅行 他們很開心 是 這個是他們的時間 對 我也祝福他們他們很開心 對 我對於說 有空就寫給我 我覺得 你買我的東西給我 除非我特別叫你買東西 因為不是他手信 是代賣 代購 我還可以幫我買 那我另計 但你說 我就不收手信 但都不要 我會買東西給別人 但我覺得他那東西很適合你 我就不買你 OK 我覺得這個是出於心意 因為你真的覺得這個人有需要 要不是肯定買些 就是幫你那些東西 我好像吵架我朋友就是 因為他說他的朋友每次都買給他 其實這件事很煩 如果朋友買給你 反而我想說 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看到有就買 沒有我就不會買 最好的那些 因為你很清楚他需要什麼 也很麻煩 我去完旅行 沒有手信就沒有手信 大家是熟的 不真的不介意 其實我自己也會去 要什麼來買 老實說 那些地方都買的 買的是自身 不是就是了 不是都是拜祭 那些東西 如果你遇到人喜歡買手上 你留給他 自由時間 是 那就可以了 幾乎都是 我們幾點鐘回來就算了 你快拍吧 我很不理我媽 我媽是說一個地方去三次 拍三次 不是 買東西買三次 今天去完 是 你很大 等一下再去 阿彪我先餵 等一下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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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媽媽是這樣的 媽媽不能敗他腦皮 這個沒辦法 阿朗說得對 你買東西吃給自己 順便買給別人是OK的 但不要特意為了買給我 不要特意買給朋友而去 你買給自己是OK的 我都為了自己先 我都是OK的 因為他都是為了自己 是啊 我難得放假 然後我覺得最困要買手信 整件事是 我真的難得放假 我特意抽一天出來 在這招頭要買什麼手信 因為每一件買下去 我都是覺得 不是在浪費我的錢 是我覺得買完後 你都不會喜歡 是啊 為了買 你想想我那個蝦餅 是啊 你不要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說 試過幫朋友買手信 對 回到香港 還要被人說 所以我都說了 不要買就最好 其實是 小春說買食物最好 你這些叫什麼 送得來 又自己有口氣 又不開心 又不開心 是嗎 你真是 你猜我想拿千里迢迢 拿些手信回來給你 對 我的行李箱沒有什麼位置 還要幫你拿東西 對 第二 我想說的 就是 有朋友說去哪裡 去哪裡 沒有所謂 好有所謂 好有所謂 這裏 對 你明明知道不可以走外面 見陽光 對 這些我都很討 我很怕你不是說 沒有所謂 但就很有所謂 你很幸運 除了一個 一個 一個已經夠飯 我覺得很厲害 一個都夠飯 但是 沒有所謂 吃什麼都可以 去到就說不吃 這些真是 但其實說明不出來 別人都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以前是不吃拉麵的 我第一次去大阪的時候 有個女生每天都說要吃拉麵 你有沒有告訴你 我沒有說 但其中有一個朋友 很熟悉我的皮聲 他知道我是不吃拉麵的人 那我每天到最後一天 我就發火 其實我是不吃拉麵的 你不說 你每天都吃拉麵 你不說 就是你這些 坦白說 說錯了你們 我覺得這個人很難服侍 我就不想吃拉麵 我覺得不是的 你說了 起碼吃烏冬 我都不吃烏冬 那你真是說 所以很難 之後我的朋友還幫我口 其實阿珊是對飲食零要求 他不吃那樣東西 是真的不吃的 那就是不吃 我只是分開吃 我只是不介意你說 所以最後那一天是很尷尬 那次 從此我就沒有再說 阿珊是你的麻煩 什麼都說沒所 但我因為這樣 我訓練了吃拉麵 我發現其實也挺好吃的 後來 沒有的 是呀 擴負了我的視野 對呀 他可以不吃什麼吃自己 我覺得OK 沒有所謂 尊重每個人都有他的 是 好 另外一項我想說 你有沒有從家人去呢 就是家人不知為何去旅行 他的能量 現在的能量會厲害了很多 厲害了很多 好像什麼都懂 什麼都要威 我一個朋友我就很好笑 他跟他才回來 說話我 好笑 就說十分鐘給你 我們要多說十分鐘 就要講這個故事 我一陣子 對 他爸爸也有趣 他去歐洲 他爸爸去旅行 好像很厲害 因為他都懂少少英文 怎知道他去旅行 他去那邊入境的時候 他父母親親在那邊 他拿了一個鑊過去 他說那個鑊是手機 手機的鑊是真的 我已經覺得出入境會有些事情 我被人問那個鑊做什麼 他就不會說 Chinese Pan 因為他父母排在一條隊 我朋友是男生跟我一樣大 走一條隊 他在前面被人問 他兒子在後面 他有沒有馬上走 我想問 我走一趟 他叫 Let my son talk to you 他走一趟 走過來 不懂解決 很好笑 他笑了很久 他沒有大聲 全部人都聽到 他要找兒子 兒子過來 不懂說 他兒子過了 他覺得爸爸你不懂就算了 你不要在這裏 你香港 大叫 因為在香港 爸爸不會處理不到 你香港香港 我不怕 他就說 他爸爸不懂 就有點威 他不讓他兒子拿 他只拿著一個鑊 真的鑊 哈哈 什麼鑊 什麼鑊 然後他就說 很久了 就幫他解釋 怎樣用 怎樣怎樣 很好笑 跟爸爸 剛剛是有這種突擊 他剛剛回來 他這陣子又去了歐洲 就是這陣子 不是之前的 這陣子 這陣子好笑 就是他爸爸帶了一些 不應該帶的東西上機 例如呢 帶了一個 剪鼻毛的東西 哈哈哈哈 這些怎麼可以上機的 是啦 什麼意思呢 不是歐洲 沒有東西做 沒有東西做 剪鼻毛 哈哈 他帶了相機 又不要入境了 你是不是被人聽 在Facebook說 我帶來的腦子在剪鼻毛 你明白嗎 那我又不可以入境了 哈哈哈哈 之後就在那裡爭 香港的 就是香港的 有人就說 不如你拜託吧 或者見一下給你吧 誒不關要 哈哈哈哈 他又很尷尬 他又很尷尬 搞錯 又不要 又不要這些東西 很尷尬 就是很尷尬 所以 挺好笑 他就說明明去歐洲 不知道歐洲的經濟 但通常他們是一個碟 即是一份 香港的食物是一份 是一份 他硬要share 哈哈哈哈 別人有什麼大的碟 給你大的碟 給我一份大的碟 我們一起share 他就說其實爸爸有時候 家人可能真的不太熟悉 別人的文化 別人的文化 有時候帶爸爸媽媽去 真的要了解一下 我們文化 對 變得很尷尬 明明真的沒有 沒有啊 帶爸爸媽媽去 要扮不懂英文 是啊 你應該這樣 因為你寧願落到底 你都不會在這裏解釋 對 我聽說他媽媽來認識英文 他叫我師兄哥來 給我兩瓶啤酒 我還講廣東話 但我沒聽明白 他是這樣講 你給我兩瓶啤酒 你給我兩瓶啤酒 我沒聽明白 他媽媽也是這樣 他就泰國照廣東話 這裡認識什麼 認識什麼 沒有人認識 他就叫我兒子講 叫我朋友講 他就說 爸爸你認識英文 他又不講 在香港他就敢講 在香港他就不敢講 對 好笑 跟家人去 你要知道 一定要小心 你要爸爸媽媽 都很熟悉那些文化 可能有時候 我媽媽也是 他說他去日本 坐地鐵應該安靜 你知道鄉民 他們很吵 他說 不明白 要被人背著 沒有我做 很多時候我沒有去 只是被人背著 關我事 該死的 但後來學壽 原來他們其實是要安靜 是 我覺得就是 他們的文化 可能同輩 我們始終都會知道 但我自己試過 有一個都是同輩 其實很尷尬 沒錯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澳洲 因為你去其他地方 你要有藥物 寫著自己 帶了什麼藥 我和你講過 有個藥劑師的人 他的書包充滿了很多藥 然後他過關的時候 他每一隻藥的藥名都寫出來 要跟他們說自己帶了什麼藥物入境 但其實很簡單 是那些什麼頭痛藥 沒有人理會 其實沒有人理會 其實沒有人理會 你只是普通這樣的藥 幸福雙風素 但是我堅持覺得 我入到別人的國家 我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我帶了一些藥物出來 我就要跟他說我帶了什麼 所以我們就排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看到跟我們同機的 很狠狠地走 我們就在那裡排一條隊 然後給一些狗紋 然後他還要每一個行李箱 每一個位都找到 因為你說你有藥物 那我就會整個行李箱 反轉你的行李箱來找到一次 然後這些就是所謂要尊重當地文化 是啊 我覺得太過火了 但文化就不是那個文化 我覺得文化就是 你們吃西餐 你不要拿東西出來放上去吃中餐 很尷尬 我哪有很尷尬 這些我覺得可能一次過過了就算了 但那天真的下機我就欺負他臉 因為你排了兩個小時 所以就說如果家人 真的要去知少少當地文化 譬如我媽媽和爸爸吃醫院 去到日本的地方不吃醫院 學識的例子 因為之前去跟女人團 導遊有間去哪裡吃醫院 其實要導遊說好過我們說 對 我們說的就會覺得你懂什麼 對 我覺得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好了 去到十二點了 我們今天有個特別的環節 就是想找到我們的同事 因為他現在去了旅遊 我想打給他 看看他現在有沒有和朋友 發生什麼衝突 哈哈 有沒有卸妝 他現在真的在外地 我就嘗試一下 看看我可不可以打給他 我希望我找到 試一下好不好 先打給我們的同事 他今個月的負責人 他在前方 是 他真的去旅遊 好了 先打給他 好緊張 好緊張 聽不聽電話呢 不知道 我們要打視像 當然要視像 要不然你打給他做什麼 我去教一教補機 喂 Hello 喂 你們好疾 我們現在 有沒有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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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我說話 現在 我聽到的 我聽到的 聽到的 現在你們準備 跟觀眾說Hi 好嗎 跟觀眾說Hi 好嗎 好 準備跟觀眾說Hi 好 你看到那個鏡頭嗎 要再近一點 化妝 沒有 等一下 我先按按照 好痛 有靜電嗎 是 他是這樣的 等一下 有什麼事 整個畫面 好像 很累 聽到 先拿電話 先拿電話 是嗎 哈哈 為什麼會這樣 哈哈 你現在 你現在 上電台 不能OT 是嗎 是嗎 你們很吵 我聽到你說話 哇 灰了 畫面 我最討厭 這些 好了 我想問你們 可不可以 分享一個 現在 你和你身邊的朋友 的衝突給我聽 分享一個什麼身邊的朋友 你這個主題 你寫了什麼主題 今天 負責人 女友提示 叫你們 一人分享一個 對呀 你的提示有沒有可以解決你和你身邊的朋友的衝突 對 請說 你如果 尋找到 你很想吃的餐廳 的話 不然 12點還在打 但你們不是為了打火鍋才去打火鍋嗎 對呀 要上鏡的朋友 是嗎 上鏡 我給你上鏡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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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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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不是很聽到 我聽不到說什麼 應該是喇叭 來吧 但是 我想問 你們現在 你們的旅遊攻略 除了找不到食物之外 你準備會去哪裏玩的 我們的攻略是找到食物 或是吃到東西 不是找不到食物 好 那你們身邊 有沒有人很喜歡 有沒有人很喜歡 拍照的 和買手信的 哈哈哈哈 你不讓他們三個都喜歡拍照的 以後就不喜歡 不拍照那個 不是呀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很喜歡拍照 或者買手信 因為拍照和買手信而吵架 有的 他一直播 他一直做 做食物給我們看 哈哈 是不是很無聊 這班人 我沒有人看 怎樣啊 你一直播 你吃東西就已經更快 放了他上去 不理他 不知道整個鏡頭 怎麼做了什麼 大家看到 那些人馬上搜尋了 算了 喂 沒有人看你吃牛肉 哈哈哈哈 走啦 我不跟你玩啦 拜拜啦 你 好了 沒理會了 由於他們是在做吃火鍋 是 那我們都出發去吃火鍋了 我們都準備去吃火鍋了 哈哈哈哈 其實他們在廟街 就是我們現在在裝 哈哈哈哈 今天香港就是 我想大家 六月七月八月 都會去很多不同的旅行 可能旺季 或者放假 可能都會和朋友 家人去 都沒什麼所謂 我和朋友家人去開心 如果有些衝突的話 就真的要忍一下 是 但忍無罕 真的要坦白說出來 會好一點 是 我們不要拘捕 像阿山一樣 最後才放 我不吃拉麵啊 吃了那麼多的拉麵 那我們下個禮拜說什麼 死路不知道 不過我們下個禮拜 好像是說一些 奇怪的經歷 忘記了 我先看看下個禮拜 有時候 我們也說一下 我們的耳線 耳線就是 93773666 那其實我們 只要你有些開心 或者不開心的東西 都歡迎你們 去WhatsApp 我們下個禮拜說 出酒的chat list 好像說 我們會帶東西回來 學習 我們可能會帶 寶貝回來 帶衣服回來 還有說一下 有哪些東西 是去旅行 一定要帶的 約物真的很重要 約物要帶 約物要帶 有些人會帶 捲髮棒 我看到我和朋友 去穿一雙鞋 帶一雙鞋 我也是 我帶兩雙鞋 我要去 那不是有什麼原因的 要去高齋鞋 有時候可能會穿拖鞋 然後可能 例如說 那天去郊外地方 會穿球鞋 而且襯衣服 你真的要幾雙鞋 是嗎 我試過有一個要一雙鞋 一雙鞋 神經病 但去五六天旅行 外套也可能會換幾雙鞋 如果下雪的地方 就是這樣 你有錢可以買的 以前的同事 為什麼 不去到那裡買 不去到那裡買 另外有個吉吉裝 但那幾天都要穿 神經病 好啦 我們下個星期 看的同樣時間 好像阿生大 不關我事 我完結了 這個完結了 會再看嘉賓回來玩 如果你有興趣 一起聊天 都可以 意思是可以 好 不妨礙大家了 咪咪玩得開心一點 拜拜 我們去廟街找他吃東西 好啦 走吧